雖然疫情緩和了,但不能掉以輕心 戴口罩,勤洗手,笑出街,保持社交距離,密摸活價及 喂,老闆,不用吻息嗎? 就好像我們在Studio拍攝,難道又叫無特兒戴著口罩嗎? 不過新冠肺炎能通過說話,咳嗽,打噴刺等等產生的飛沫,在空氣中傳播 那怎樣才可以減低感染和傳播的機會呢? 根據西班牙國防部,聯同多位病理學專家,進行針對MS2病毒的測試 發現Pasmart Air等離子空氣淨化器有效清除空氣中的MS2高達99% 所以我們Studio已經安裝了 現在空氣安全最重要,安裝了Pasmart Air之後 幫客人拍家庭照片都不擔心小朋友的鼻敏感發作 一個專業的影樓一定不可以大層,更加不可以有異味 而且我們的器材這麼多又這麼貴,更加不可以發霧 有了Pasmart Air等離子空氣淨化器之後 霧菌、異味一一掃除,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Pasmart Air利用有空氣流動的裝置,將正乎離子散開 裝在空調的出風位就最適合了 Pasmart Air又很細補,可以因應不同的空調系統 選擇裝在不同的位置 裝在機體裡面又可以,直接安裝在出風位也可以 可以了 本節目由Pasmart Air突約播出 好,歡迎來到交涉現場 你越坐越對 你覺不可以 你覺不可以坐在沙發 太Chill 那個清淡味更濃 我們 所以我們就講一些清淡一點的話題 好了 撐住那個情緒 別那麼勞氣,等等 I'm Maury Yao 就在說 麻煩請尊重一下富士的創意 不是一樣的存在 簡直是神機 他在說是富士Expo 3 那不如看看2012年的全球銷量霸 2021年 對,2021年 2021年的銷量霸 哈哈 現在是2020 下一年 OKOK 是啊 即是他打算他2021年見不到富士 他沒有表態的 即是沒有講正面的表態 他只是提出問題的 OK 是啊 我們都尊重他的創意 真的新的創意 哇,幾開心 有一張菲林的格子出來 是啊 但是沒有燈 很討厭的感覺 不是,創意他沒有說是要向這個用家為主導 是啊 是設計師的創意而已 那是什麼事 你用來做 你用而已 是啊 很多設計師他都不是耳聞來本 不是很多人喜歡的 喜歡他的創意 一定要買 是有點小的 但是實際 一定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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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 一定要買之後 用一下就有二手 那不錯啊 促進經濟 我是見人說一定要買 我才說一定不買 你經常都唱反調的 我不明白 我們說一定不買 就被人罵 他一定要買 你又不罵他 那促進經濟 當然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不一定要買 我們都是說笑而已 一定不買 我們經常都說笑 你要認真 難得我 其實大家有提富士 提得多 你都是廣告 廣告來的 對 是的 我經常都說 不要不要 其實自己都不喜歡 你不要經常說富士生 不是 只有你一個買富士 我們兩個都沒有買 我也沒有買 其實我很喜歡富士 他的廣告市場 對 很本土的 因為他營造本土的效果 對 挺好的 本土的嗎 他有很多本土的 對 用香港的環境來拍 做他生意 那些市場很值得支持 但是他自己就是 他是珍惜香港自己的家 對 說話說話都這麼白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立場 也是 買水貨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哈哈 他現在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轉 剛剛才沒有說過 等等 你那些富士是買水貨行貨的嗎 我去水貨的 OK 真的是水貨 我想買一部行貨的 50R 我繼續 因為有原因的 我繼續 但是 前提是保養夠好 這個服務 其實呢 我已經去到 有個境界 經常跟你說 如果有點壞 不如買二手算 促進經濟 我這部水貨 是 是內地水貨 坦白 但是 內地那個代理 是不錯的 就是 你可以拿回去做的 是啊 不錯 以前過關二 現在就 你的身份難過關 不關身份 沒有人過關 沒有問題 你要28天才回來 這個問題是 內地那個 沒有撐警 我會覺得 那別人深知自己 是在做中日生意 那不關警察的事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你不會賣相機 就是賣相機 就賣相機 不說了 我們說攝影 也是說攝影 所以看看全球銷量 我們全球來說 我們不太關心 主要是關心香港代理 其實現在我們不應該 太關心全球 因為也有個Meme圖 就是當紐約很多人關注之後 就沒有人關注香港了 好來下一條 Chris Lo 想問問問主持人 本身就是中學生 論攝影屏幕 會不會推薦買iPhone11 我們都很想買 我們三條狂端 正在用 我正在用便宜的 我正在用便宜的iPhone11 我推薦Pro 我推薦Pro 你買兩部 好嗎? 我打算打算 不要 以速度來講 如果你要拍片剪片的話 iPhone11 Pro的確是好一點的 另外一般的iPhone 是不是都可以用到三至四年的 通常我就跳一代才買 我也是 我可以的 我用到的 我是XS Max 原本打算等5G 不知道這個世界5G之後會變成怎樣 所以就沒有買iPhone11 Pro 但未壞的用到的 正常操作 很快 扯開一點點話題 你們是 是不是所有相片都iCloud 不是 不是 其實就可以 5G 但是5G本身的概念 其實就不是再 現在他們在宣傳 在乎是上載或下載的 不是 因為我這樣問 原來很多我認識的朋友 原來全部都iCloud 可能他拍照不是拍很多 是 真的不行 他們全部都iCloud 而且他會覺得 我給多一點點錢 我可以不用換相機換得那麼慢 我iCloud裝不完 我就是有這個情況 是啊 拍照的人是裝不完 所以我就 我這個128G 哪能裝得完 是啊 不行 你要不斷去清空暴相機 他直接是我拍照拍到 他就回復了我的app 所以通常我換相機都是因為近 是啊 但是我是有行常backup的 都有很多工具 就是一輯自己backup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都不是很快 其實我覺得backup都是一個 怎麼說呢 哲學一點點 你想的東西都是一個記憶 你會看回 所以我上載上社交媒體 夠不夠他又提一提你 我覺得社交媒體更難找回 自己的iPhoto更容易找回 但其實都是被他用Face Regulation 來找人出來的 其實現在的iPhone強大在於是什麼 它根本上這件事是Android比較 Android是在一個cloud裡做的 iPhone就是不論在一個cloud 和在一個電話都會做 它會把你所有的電話都會做data base 所以你是可以search 譬如說我去過海洋公園 那你就可能打Ocean Park 它會找到你的電話簿裡面 和海洋公園 無論是地點也好 或者和主題有關的東西都可以抽出來 它的確是有recognize 你把相片裡面的內容 這件事是很好變態的 但是沒有辦法了 我們避不開 剛才你問到5G年代 剛剛提起 其實5G除了速度和定位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優勢就是cloud computing 如果用得好的話 甚至乎可能我根本上 都不需要帶一部電腦 那我電話 在幻想上網剪片 是的 其實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我老人家 真的 跟現在的那些年輕人 真的有些少許 你也說 有一個很新奇的玩意 就是大家不知道原來過想要用SD卡 是的 就是新的學生 上學就發現 原來可以用SD卡過想 不是用APP嗎 是的 他們是立即覺得要用SD卡 是的 我覺得是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的 我們真的是老鬼頭 是的 還有當你剛才也說 那些相片是社交媒體的時候 甚至乎是 就是 就是我沒有用 很小的記憶已經是搞了什麼照片 我沒有用RiccoGR 其實我是把電話和相機是升的 我拍完相片之後 其實我放了一個袋裡 它就會慢慢升到我的電話 其實我 升當然不是升過RAW 是升過JPG 其實我要上載照片的時候 我已經在電話裏面發生 所以我根本上 沒有考慮過 由卡過去的電話 那你又說得對 其實我跟Sony有這麼多年 之前是用App的 那幾年前有App是升的 就是拍完 它會自動升到手機 都是慢的 如果是5G 就是 它的意思是說 你關機不用的時候 它自動過了 我明白 但是以前 你的經驗是慢的 就是 你還是要等時間過 是的 但是5G不是 5G是你按完 就已經發生了 是的 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那變成那個iCloud 可能人們會更加 它會更加依靠 是啊 那變成 好像我們現在 你還是拿著拿著 不肯用這個iCloud 那些人 究竟會怎樣呢 之後 那個iCloud 反而是 我不是那個iCloud 不是那個i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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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已經在剪 在那裡剪 你在咖啡 我們在拍攝 是的 我們還沒習慣 我們現在還是拿著 一張卡 然後我們才覺得安心 是的 而且 不捨得給那塊錢 這個就是重點 這個就是重點 因為我們會覺得 哇 這麼貴 它不知道 相機 還是電腦 它不知道 每一個距離 都是一塊錢 但是那個什麼叫做Generation 是說 那個Generation的時候 是所有你的3C產品 是 同一時間上了 直接上卡了 已經是 是 就是等於我們 Nokia那個年代 看我們而已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 面臨著被淘汰的 如果我們保持這個mine set 保持抄卡 那以後不買卡了 但是我們是有這個感覺 你不買那個hard disk 是覺得不安心的 是的 自己要有一個local storage 這樣 所以我們都查到很開 那這裡是中學生 那 說著 買不買電話 這樣 看看你如果 如果 今時今日 因為它講完iPhone 11 之後它問是否可以撐到三四年的 那我就建議你先住 我寧願你買下一代iPhone 才撐到三四年的 5G而已 是啊 因為真的講的是整個 整個iPhone是 revolutionary去變的 還有其實 現在 我也有一直看 Apple的東西 其實下一代的iPhone 其實是 不像Lighten Type-C 說是這麼說 但是Apple 不會讓它這件事發生 會啊 會啊 歐洲版和美國版 可能會 我看美國那些 都還在這麼說 已經在說 全部產品一次過換 它就連個Type-C都給不上 那就 Fail out 那個Lighten 以後就真的 全部一通 全部一通 那就穩陣一點了 另外我就想提回 就是那個鏡頭的 那現在你有看過最新iPad Pro的話 它後面有個3D scanner 就是Lidia的 scanner 就是你拍它的時候 除了拍張照 是scan你的位置立體的 那iPhone 12的話 相信都是三鏡頭 加一個3D scanner 就是四鏡頭 是的 所以你現在 都還有人在歸咎 說現在我們拍 那個景深Mode 不是很像的 當有3D scanner之後 一定像 因為它知道 每一件產 每件物件 都在前面的距離 還有你 好像Sony那部新機 我們上次都說了 是 景深Mode 不是 那部ZV 是的 Vlogger 如果那部iPhone 後組鏡頭 其中一個在前鏡頭 那還要買 遠了 遠了 是啊 所以就 等一等 因為 如果你講iPhone X iPhone X 和iPhone 11 是不是很大的改變呢 多支彎角而已 還有如果你拍片的話 它的防震就厲害很多 即是裡面 機身電子防震 即是3至4年就可以 但是可以等你就等 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買一部機 還要用那麼久的話 那我寧願你買下一代 不是因為它是中學生 你知道嗎 中幾呢 中三四年後 不要玩 即是 怎麼可能 你騙老爸老母 說送三四年 蛤 你又知道 哈哈 三四年之後 都可以跟上 做一半時間 我今年中三 三四年之後 我EA1 你有沒有可能 在用同一部機 當然不行 不可能 你也經歷過 你也跟我笑 嚇人 所以就等一等 5G接下來 想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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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